是不是几年没出现他的专场咱们有点生疏了是吧 我也没想到来到德云社十六年 混着混着又混着开场 怎么办呢谁让他是张云蕾呢 9月23日张云蕾养酒郎苏州专场圆满结束 能让大哥和主任给开场 估计在德云社中也只有张云蕾了 不得不说大哥和主任是真宠张云蕾 不但给张云蕾的相声专场开场 还参加了张云蕾的演唱会 德云社现在有很多演员有做完相声唱戏 还有一些拍戏 还有做综艺 最欺人还有开演唱会 演唱会更欺人的就是 虽然我不用买票 但是我还得买礼物 我对天发誓 我那个礼物比演唱会的票钱都贵 不愧是德云社的大哥和主任 一上台就把场子开开了 不但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演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在演出期间 场馆内的大屏突然不亮了 两人处理得非常好 现场杂卦引得观众们哄堂大笑 大屏无量了 大屏无量了 好 大屏请看真人 来来来来来 请我们的老师给调整一下大屏 因为什么呢 张云蕾马上就要上来了 我就知道大屏坏了 你别不会看我 没你 你癫癫的 我跟你说 张云蕾我们九年了 我不了解你了 人家喊大屏无量了 是不是给小屏放不下去 不得不说 大哥和主任的相声功底真是不错 临场应变能力也是一绝 能让大哥和主任前来开场 张云蕾也真是幸福 张云蕾和冯兆阳的感情 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羡慕 从张云蕾在医院大哥第一个进去探视 到如今在背后默默守护 张云蕾每一次的人生大事 都有大哥在身边 返场时 张云蕾还特意叫上大哥和主任 一起歌曲串烧 不知道下次专场的时候 大哥会不会再爆料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能让观众们憋着尿看演出 估计也只有张云蕾了 70分钟的论捧斗 也展现了张云蕾养九郎的相声功底 论捧斗 可以说是每个相声演员都会的节目 大家也都耳熟能详 能将这样一个节目演出这么爆炸的效果 张云蕾也是下了许多的功夫 节目中也有许多原创的段子 台下观众更是爆笑不断 我呢不能不跟他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啊 抓住了绿色的小娘游戏 我就金钱了 小娘粉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张云蕾也逐渐的九男化了 张云蕾在台上玩嗨了 可苦了这些观众 张云蕾刚一下台 观众们就集体冲向了厕所 这演出效果无人能及 不知道是不是张云蕾太长时间没有演出了 德云女孩们面对张云蕾的茶作业 竟然没有唱出来 估计回家之后 德云女孩们该练习起来了 23号入场演出 直接演到24号凌晨 要是没人拦着 估计还会晚一点 看得出来 张云蕾对待这次相声专场非常的认真 尽可能的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欢乐 不得不说 这次专场票真是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